我最愛的行李箱是Victorinox 這邊可以加大的設計是我出國必備的行頭 衣服我喜歡用捲的 塞一個個整齊放進收納袋 裸體進行李箱是大忌喔 品品罐罐的保養品也要整齊放入收納袋內 避免液體外露 另外別忘了多準備幾個髒衣袋 鞋子需要有自己的家 裝入防塵袋內讓行李箱群裡面看起來更整齊 香水可以為旅行中帶來美好的回憶 Mostino的小粉紅蛋香水 從前衛的花香到果香 最後是木質掉收尾 出門前或到旅館時習慣先撒一點香水 聞到玫瑰花或甜葡萄柚 就可以讓心情變得非常的好 幽默的造型塞進行李箱時都會忍不住偷笑一下 花梨木截面膏是我必帶的卸妝盛品 帶有仙界般的療癒香氣 在臉上卸得很乾淨也不油膩 從卸妝到洗臉都可以一瓶搞定 完全可以減輕行李箱的重量與負擔 旅行的時候我特別喜歡帶多功能的保養品 法治的幻彩智能精露可以當前導精華 或是加入一滴到其他的保養品內提升功效 透明的質地非常好延展推開 會有瞬間補水的滿足感 我喜歡搭配按摩 拍打 調理肌膚同時一口氣消除旅途中疲勞的肌膚跟氣色 長痘痘大概是每個人出國最害怕的事情 我的萬佑急救商品是最經典的Body Shop 叫茶樹精油 豆豆快出來的時候 趕快開箱精油燒乳震度 或是睡前使用 隔天起床豆豆會燒下去不少 茶樹的精油味道也非常適合夏天的形式 解膩的香氣喔 WAP Harry的日夜乳霜 對我來說帶一罐等於帶兩罐 最棒的是還有俗助按壓的功能 完全不怕浪費 Dior的3分鐘Q彈面膜 搭飛機 睡前必敷的晚安面膜 去海邊的化妝三寶 氣墊粉餅 防水眉筆 持久唇蜜 不需要花很多時間迅速打造有氣色的妝感 準備整妝出發 設定好密碼後 用電子稱称一下行李重量 啊 及格 最後出門前 別忘了給自己上一道防曬 這是我每天出門前的必備儀式 咻咻噴一下 非常均勻的散開 十秒內搞定美白程序 用起來一點也不黏膩 喜歡用有酷涼成分的防曬 出門前多一道涼感 我們下次見 偷偷預告下下一次的影片是十分鐘內快速出門 敬請鎖定我的頻道喔 好 好 好